这次课我们对于学员PC66977做的幻灯片 做出一些点评 我们现在看到66977做出这么一个Kindle的幻灯片 我们还是播放来看 看一下它这个动作效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江苏移动核心数据库优化 审核服务 这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字在后面 这个字为什么要加在后面呢 看看它有什么动作效果 是这意思 那你怎么能让它直接就露出来呢 在这一页上面 你看这个很有问题 那你如果要是用揭开序幕两边移走的话 那你就先不能让它露出来 这个问题很严重 接下来我们看到 异议团队进化方式目标 这下边是倒影 这干嘛呢 这还不是倒影 它自己又做了一个翻过来的 然后放在这 绝对不能加这个东西 你是让人看 你这是自己假装做倒影呢 这是画了一个 这是天平吗 应用消耗 用户体验 硬件使用率 为什么这些字在这个框子 不在居中的位置上 哦 哦 为什么不在居中位置上 因为它左边加了向下或向上的箭头 这很好 但是我们发现啊 你看到它这里边用了神奇移动 然后呢 这杆它变了 这杆呢 左边下沉 右边扬起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闪退一下 我知道了 因为它 你看它这边把这些东西做成组了 这不能成组啊 这不能成组 不成组呢 你会发现啊 现在什么结果 然后呢 把它们摆在这个相应的位置上边 这不是神奇移动吗 刚才那个 把它们三个放到后边去 send to back 然后呢 跟它这箭头放在一个比较匹配的一个位置上边 把这个调整一下位置 这样的话呢 这三个东西至少不会闪一下 不会消失一下啊 然后这三个箭头呢 也就相应的出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回的神奇移动 变 也就是说你的箭头呢 让它后出现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刚才那样呢 更加符合逻辑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神奇移动的变化啊 它的想法非常好 那就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呢 比刚才它闪一下的好啊 这一项先说到这 SQL审核服务 消失掉了 它这个标题为什么都没居中呢 你看 这才是居中嘛 把它放到后面去 这个也是一样 这才是居中嘛 为什么不居中呢 看一下啊 这消失了 然后呢 它出来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哎呦 这些泡 这些泡化的 反正质感差了一些啊 还有这个SQL SQL 这个逗号之间怎么空了这么多 那么这个逗号呢 一定要改成 英文的这个逗号的一个间距 这才对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感觉好一些了啊 这都是细节问题 功能 性能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它的动作 双箭头 从一边抹出到另一边出现 是错误的动作效果 注意啊 你看到这个双箭头 从那边抹到这边 这不对啊 双箭头 应该不能用wipe了 看到了 他用的是wipe 不能用wipe了 这个要用什么呢 要用 看一下啊 那这才对 然后呢 哎 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团队 这三个人 我们发现啊 这页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盖国强老师 他的这个 这个字啊 你会发现 你看 他这字都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看到没有 项目顾问 二线支持 项目经理 这都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还有盖国强老师和项目顾问之间的距离 要比正颖和杨廷坤老师的这个距离要大很多 这是排版问题啊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 下一页 好 这是一个表格 表格 哦 他突出这一页 这个动作感觉有点问题 他是想突出这两个框 但是呢 让他们又消失了 然后他仍然有 勉强可以吧 这逻辑 但是呢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动作效果 嗯 可以吧 强调吧 呃 这个神奇一动 动作还是有点慢 哦 又出现这个 哎呀 这个动作太慢了啊 而且这一页的文字内容太多了 你下边这些 下边这些小字呢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幻灯片上面 你用嘴说就可以了 除非你这是给人看的幻灯片 但给人看的幻灯片呢 又不用做这么多动作效果啊 希望你能够了解 啊 这又出现了这么多字 哎呦 这字就越来越多 千万不要在幻灯片里边写出这么多的字 数据库 调优 应用性能问题 发现 分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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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箭头出现的这个至少是对的啊 这个方向的问题 还有你这三个气泡 下面这个影子完全没必要 这三个影子 而且你会发现 它这影子呢 哦 讲究 你会发现这小球呢 影子小是吧 大球影子大 而且呢 这个 它这影子竟然还是单加的 挺神奇的 行 算你讲究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还是回到这个动作效果 它这个箭头出现的方向呢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开发支撑 应用性能 哎呦 这个手 你看 这个手的位置出现了问题 你看应用性能 这下边有一个阴影 这下边有个阴影 那么这个阴影呢 你这手都刚才已经盖在这阴影上面了 这显得手脏了一块 这不对啊 不能这么搞啊 这个阴影绝对不应该有 如果你非得用这手去托它的话 最后这个 这个字体 凯体 在幻灯片制作当中 尽量不要用凯体 不要用立书 不要用诵体 一般幻灯片制作呢 就比较常见 就是黑体 方正蓝亭啊 黑体啊 这些东西 这凯体 你知道一放这儿 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就显得它不够高端 好 非常感谢你这次课程的学习 我们接下来会讲新的内容